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爸爸是公共汽车的司机 上高中的时候 李肃利的梦想是当播音员 1981年高考的时候 李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 报考了北京广播学院 但是他以十二分之差 没能考上大学 落榜后的李肃利到公交六十路汽车 当了售票员 李肃利在父亲的教育下 在周围同事的感染和帮助下 他渐渐地爱上了售票员的工作 从六十路掉到二十一路后 李肃利通过多年的实践和一点一滴的积累 练就了能根据乘客的不同需求 给他们最需要的服务的本领 还有考虑的必要紧 让我会飾吉他 精神地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多看一眼 多帮一把 多走几步 画到 眼到 手到 腿到 情到 神到 受到乘客和社会公众的一致好评 大家盛赞他 是老人的拐棍 盲人的眼睛 外地人的向导 群众的贴心人 后来李肃立任北京交通服务热线中心主任 以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 严格要求自己率先锤饭 他负责的北京交通服务热线 每天平均要接电话1.7万个 被评为全国青年文明港和金国文明港 始终践行一心为乘客服务最光荣的工作理念 被乘客誉为微笑的天使 他是党的十五十六大代表 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三八红旗手 全国职业道德标兵等荣誉称号 现在李肃立虽然已经退休了 但是他退而不休 热心公益 在志愿服务的活动中 总能看到他的身影